调整 我们继续介绍另外一个 这是焗甜的番薯 这里有些叫日本番薯 先烧烏 烧了是莲皮烧 大概20分钟 烧20分钟 中火 这里烧了 你和我切片 跟这些切成这样 我又准备一些柠檬 柠檬皮 因为柠檬皮是很香的 我们这样刮柠檬皮出来 稍后拿柠檬汁 放上去 放上去 我们还有一些黄砂糖 黄糖 用黄糖 因为我们让它有些金黄色 更好看 都健康一点 是的 我们将柠檬碎放在上面 用柠檬皮 是 是的 然后我们拿些汁 那会变成酸 会不会 它不是很酸 因为番薯是甜的 柠檬有些汁 有些香味 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再放些黄糖 上面 黄的沙糖 这个也是烤的 是 这个可以和烤面包一起烤 也可以 但这个不用烤太久 这个烤20分钟就可以 一半时间 一半时间 所以你一起烤 但一半时间 可以拿出来 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少许牛油 等它融化之后 有些香味 好 好 打开烤炉 即是进去烤 又是20分钟 是的 20分钟 OK 20分钟之后 回来再见 烤番薯的材料 就有 牛油 盐 红椒粉 Brown sugar 即是红糖 和柠檬 好 好 我们再回来 今次我们又煮一个南瓜汤 因为感恩节 小不年都有南瓜 对不对 我们今天做南瓜 做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 南瓜忌廉汤 另外一个就是南瓜批 现在我先做这个 南瓜汤给你 这个就是南瓜 很大 不过我切了一块 好 有些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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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帮我切些洋葱粒 好 这样 因为那些皮很硬 你刨的 很难刨掉 用刀切 就很快脆 切得干净 切成一粒粒 我们待会煮的时候 就容易煮 即是快脆 有些是加些油 加些油 亦是加些牛油 牛油 牛油 香些 煮汤就香些 我们也是爆香的洋葱 然后爆香的洋葱 这样 放一些白酒 我要加酒 这个就是西式的煮法 我们再加些汤 汤 大约是三杯汤 这些鸡汤是在外面买的 是的 我们也是用淡鸡汤 淡鸡汤 即是里面没有盐 是 即是有很少的盐 很少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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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 大约煮20分钟左右 暗火煮 不是暗火 是中火 好了 已经煮了20分钟 南瓜已经淋了 好 浸起它 浸干水 因为我们不能用太多水 去打蓝瓜 然后在这边 少少的水就可以了 我真的要搅拌 这个盐 我们将这些蓝瓜 放進去攪拌 打爛它 西方人的湯很多時候都是很濃 很滑、很清爽 我們用這個方式 有少許水,不要加水 這個時間,我們先把這些湯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我們要煮一個麵粉糊 通常我們中式餐是用鷹粟粉來打蜆 西式是用麵粉牛油 大約放兩大匙的牛油 也是兩大匙的麵粉 將它煮溶 我們用慢火來煮 因為太慢火 它就變成 那些麵粉真的煮不溶 就不能滑 所以我們要慢慢煮溶 這個時候,我們就打這個 我們用這個 再煮溶 煮溶 再煮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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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 我們看到這些湯已經開始稠 滾起了 因為很快脆 我們加入這些忌廉 忌廉多少除了你喜歡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得比較忌廉 可以多些 但是通常三杯湯 大概放四分一瓶的忌廉 就可以夠了 我們可以關火 可以讓你看看 這個湯是很滑的 很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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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放些番茜碎 番茜碎 裝飾一下 忌廉南瓜湯 材料有南瓜兩磅 要去皮和切粒 雞湯兩杯 水兩杯 鮮忌廉四分一杯 洋蔥半個切粒 希望你們喜歡 很簡單的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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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